什么 伙伴 你们不会以为S10赛季的弹宰派对里只有飞机吧 错 错 其实在S10赛季 老官方在我们的弹宰岛里隐藏着一个超级火箭 火箭啊 大家没听错 你们不会还没有发现那个火箭的存在吧 我来告诉大家呀 小伙伴们 我先问问大家 谁发现火箭的存在了 伙伴们 如果你在弹宰岛发现了火箭 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发现弹宰中被官方隐藏的火箭的存在了 对了 你们是关注 不聊我的 我设置了只有弹宰大神才可以关注我 无信试试看 对了 很多人告诉我说 现在的弹宰岛里的载具只有三个 一个是在大楼底下的黄金小赛车 它是第一个载具 第二个载具是我们回归的粉色小飞机 第三个载具是在太空乐园里的S10赛季新更新的第二架豪华飞机 很多人说载具只有他们三个 伙伴们错 其实啊 好官方 真的在我们弹宰岛里隐藏着一个超级火箭啊 小伙伴们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那个火箭被官方藏在哪里 大家看 我现在走的方向是弹宰派对中的商店 总所周知 弹宰派对的商店有两个橱窗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 右边的橱窗里 伙伴们 你们看在这三个尸体弹的旁边就有一个火箭 这个火箭一直是点火的状态 并且里面做了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生物 是一个活着的生物 你没看它还在眨眼呀 所以 弹宰派对中是有火箭的 这个火箭就藏在商店的橱窗里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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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